8月9号 首届素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创股四圆满剧行 本次活动由创股四环保家园主办 旨在响应第17世大宝法王的环保倡议 推广绿色生活方式 推动素食文化的广泛传播 温哥华创股四环保家园作为素食文化节的主办单位 致力于向公众展示素食文化的魅力 促进环保与健康理念的普及和发展 以绿色生活素食同行为主题 这场社会不仅弘扬了素食文化 倡导健康生活 还通过素食引导我们修心 培养慈悲心 为社会传递和平与友善的力量 活动旨在让更多人认识到素食的重要性 并以素食的方式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 创股四主持董色任波切首先发表致辞 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 并强调了素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随后BC省省议员曲杰斌和本拿底市议员 王白敬也发表讲话 表达了他们对素食文化节的期待与支持 唐古斯是三百年的故事 在青海游戏 那边有唐古斯 唐古斯是我的尊贵的 我自己的上司唐古仁波切 他是第九世唐古仁波切 1959的时候唐古斯 我的上司 25岁的时候 从西藏道去印度尼泊 那他盖了西藏印度尼泊 然后呢 布兰 我们有那么一千两千住尼古 出家的很多 然后呢 古尔的学校 唐古斯是非常 我们学校很多人 然后呢 我实际差不多三十五年 我在唐古 我在上司唐古仁波切的 博学院啊 比划呢 全部读完了以后 2022年的时候我来这里 然后呢 我这里来了时候 我不会普通话 不会英文 但是呢 我第一道的时候 我的原本 我们中国人 大的工程 他们很多人 帮助我盖了这个西游 为什么唐古 我的上司是唐古仁波切 我帮了唐古 唐古斯 这个我们其实就 我刚刚很多人说 三地健康 我们常说 然后呢 我们新博的人 相信英国嘛 我们不用杀 这个鸟啊 鱼啊 不用杀东西 其实就非常非常 三地健康 我们新博的人 相信英国的人 非常非常好 发布会上 主持人向在场嘉宾 详细介绍了 素食文化节的 丰富生活安排 包括开幕式主题晚会 素食文化展 素食论坛 素食沙龙 以及爱心捐赠活动等 此次素食文化节将于9月6号到8号举行 所有捐款将用于创股寺的维护与建设 我们修行这一块啊 无论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对这个素食这一块呢 有误取 所以说在高僧大德的这种论坛当中 他们会明确地来阐述这个宗教素食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健康与素食 那健康与素食是真正的让大家发起慈悲心 来吃对素食 重新出发 那么还有一个环保与素食 真正的环保呢 我们一定是从内在的环保 外在的环保是体验于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 你如何给别人带来很快乐的价值信念 这个是真正的从心灵的环保说起 所以说我们这个论坛呢 是以观摩式的 观摩式也是希望 如果有时间请大家过来观摩 为了确保首届素食文化节的设立举办 董色任波切带领嘉宾 在大殿举行了祈福仪式 为活动的圆满成功祈愿 通过此次新闻发布会 创国寺呼吁更多的人 参与并支持即将到来的素食文化节 期待与大家共同分享 内外兼修的心灵启迪 温度知识华美嘉现场报道